全球经济陷入低迷 劳工权益更加受到重视 印度一家企业执行长却反其道而行 捕吹职场新鲜人每天应该工作18小时 引发渲染大波 印度梦买瓜糊公司创办人戴希潘德 在网路上发布贴文 建议年轻人在刚出社会的四五年内 每天工作18小时 还要求员工要崇拜工作不要哀叫 偏文一出马上在社群媒体掀起一阵骂声 说这样的言论是在制造有毒的工作文化 反观英国多达70家企业则是化身佛新公司 英美两国一共70家企业展开周收三日的大型试验 目前已经事办了两个多月 员工用平常80%的时间处理相同的工作量 经过观察之后工作效率反而提高 而且薪水也没调账 疫情之下各国出现劳工职业倦贷和离职潮 实验结果证明实施周收三日的企业 确实能吸引到更多优秀人才 记者综合报导